欢迎收看9月26号的中佳新北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丽如 先来看到永和区的鼎西国小 是在民国43年成立了 那么今年要来庆祝60周年庆的校庆 校方是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 来庆祝这非常难得的生日 也希望透过宣导 让更多的校友以及师生们 踊跃来参加接下来非常精彩的活动 鼎西国小今年走过一甲子的岁月 从年初到现在安排了许多活动 让师生一同感受到60周年校庆的喜悦 60周年校庆的筹备会议 也邀请了许多地方师生 共同担任筹备委员 希望能在这特别的日子里 将鼎西国小的特色展现 鼎西一甲子迈向新纪元 非常难得我们鼎西国小已经60岁了 那这60周年的校庆呢 我们非常的欢迎 我们所有的校友 我们社区 我们的家长 都能够回到我们学校来 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凡凡长期担任我们 鼎西国小校友会的理事长 那对于这一次 我们鼎西国小60周年的校庆 当然我们希望借着这一次校庆的机会 那请更多的校友回娘家来看看 那唤起大家对这个学校的这个心理内心的感情 那以后多多对这个学校 多些回馈来帮助这个学校 为校庆准备的暖身活动 还包括了校庆logo争选 借由学生票选活动来选出最副代表性的logo 而接下来也将举办校庆参会 以及铁马闯天关的活动 希望借由全校师生以及各界校友的参与 让鼎西国小继续迈向下一个里程碑 中佳新北新闻永和采访报道